无知跟无所不知 同时同处 则罗斯 这个妙啊 为什么能同时同处呢 因为他向有信空 有是患有 空是真空 他没有妨碍啊 离四无碍 四四无碍 这个境界障碍就在我们眼前 我为什么不知道 迷了 怎么迷了 你有自私自利 你有我见 有我知 有法知 有分别 有妄想 当下了 就是可惜你见不到 念佛法门 说是菩萨之父啊 这是比喻 比喻什么呢 比喻你能够真的发生 实在是说 发生是本有的 发生不生不灭 发生 就是禁宗法门里面 所说的 长级光 真如本性 本性我们迷了 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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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讲 他从来也没有离开我们 我们就是不认识他 发生 发生是一切法的 发信 发生 虽然从相上讲的 性相是一不是二 什么是性 相就是性 什么是相 性就是相 性相一如 性相不二 这是你真见到了 真搞清楚了 生灭的是相 不生不灭的是性 生灭跟不生灭 混合在一起 分不开 所以生灭 永远不会间断 什么原因呢 他性不生不灭 他怎么会间断 只要立相 这个立是 别执着相 不要去分别 在相上 不要齐心动念 这叫离相 立一切相 急一切法 你只要是不分别 不执着 不齐心不动念 一切万法 无不失自信 这个时候 新鲜事变了 这种境界 你完全看到了 苏超用念佛这个法门 用这个法门 恢复 自信 因为你本来是佛 现在又念佛 本来是佛 是因 现在念佛是云 因遇到云了 果报就先起 这个果报 就是你入佛境界 谁把念佛 比喻作父母 能生欲发生 这用比喻上说的 底下说 乃至摄地 始终 不利 念佛 菩萨修行 修到最高的这个阶段 像我们念书一样 念研究所了 念的是波斯班 在这个阶段 修什么呢 全修的是念佛法门 实是出地 宗是实地 自始至宗 不利 念佛了 我们再看 善才 五十三成 这个 身体始终 不利 念佛了 就是讲 五十三成 善才 从子 第一位参访的善知识 吉祥云比丘 我们在四十花言 去看 吉祥云比丘 是什么地位 原教 它是出租 别教 它是出地 它修的念佛法门 它修 波周三昧 尊专念阿弥陀佛 求生 吉祿 十四十七 十四十七 十一 是法云地 在《华云经》里面讲得更高 讲到等久 比十地还高一层 第五十三参 善才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光学多文 目的何在 目的是开后德志 后德志无所不知 他去参访 到处 到处参学 到处观摩 考察了 学习 无所不知 做出来给我们看 无知跟无所不知 同时同处 曾老师 这个庙啊 为什么能同时同处呢 因为他向有信空 有是患有 空是真空 他没有妨碍呀 离世无碍 世事无碍 这个境界上呢 就在我们眼前 我们为什么不知道 迷了 怎么迷了 你有自私自利 你有我见 有我知 有法指 有分别 有妄想 当下了 就是可惜你见不到 大车大雾之后 人家又问你 还是老样子 一点没改变 没物的时候是这样 物之后还是这样 没物的时候 禅宗有个公案 那就有个小故事 很有意思 没有开物的时候 看山是山 看谁是谁 在修学过程里面呢 功夫进步了 看山不是山 看谁不是谁 大车大雾以后呢 看山还是山 看谁还是谁 修学三个阶段 说明 没物之前 迷而不去 修学过程当中 绝而不明 但是没有语言呢 都偏在一边 真正觉悟了 就迷不二啊 迷物是一夜 一场事情 而觉悟的人 了解四十真相 迷惑的人 他不知道 也过了这一辈子 啊 觉 也不是难死 只要肯放下一点 你智慧就透一点 没有真的原觉 还是会造业 为什么 喜气 烦恼 吸气 他还是起作用 所以他还是造业 还会造业 谁受国报 比别人 觉悟的快 纵然是受国报 一觉悟啊 他就能够 翻遍 只要 专迷 在现实环境里呢 那你就是 专苦 为乐 我们今天想 他就能化解在那 如果是迷恼 那你就得 接受在那 觉悟了之后 他能化解在那 彻底觉悟了 在那 就没有了 这境界不相同啊 所以 无比殊胜的方法 是念佛 这是讲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哪个法门 第一 念佛 而且告诉你 持明念佛 第一当中的第一 你不深入 不了解 深入之后才明白了 这个法门 无比殊胜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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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